大家好 我是于静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频道 娱乐生香 现在我在做晚饭 今儿我们家晚饭简单 豆角焖扯面 做家常扯面 和面很重要 但是记住三个重点 就一定会扯出完美的面条 首先和面一定要加盐 我今天是400克的面粉 我加了4克的盐 我现在基本上都把揉面的活 交给机器了 机器揉好的面拿出来 要把面揉光滑 然后再擀成一个圆形的饼状 那么第二个重点 就是在擀好的面饼之后 一定要用油把面封好 最后要用保鲜膜包好 防止干燥 干燥的面团在拉扯过程当中 会很容易被扯断 那么最后一个重点呢 就是饧面的时间 至少要在两个小时以上 这样才能充分的保证 扯面的时候能够完全的扯开 食材特别简单 豆角 然后就是五花肉 剩下就是姜 葱和大蒜 就这么简单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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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 很多的时候一睁眼 就想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你得提前做准备不是吗 中国的老话说什么来着 民以食为天 不管你这社会有多进步 从小农经济 然后到工业革命 然后信息时代 现在是科技时代 民以食为天这话一点都不过时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还是植物 只要是所有的生物 离开了食物的怎么存活呀 所以这民以食为天照样没变 只不过就是说 现在对吃的要求高了 更精致了 我们过去像我爷奶那一辈的 就是能吃饱了 那就很了不地了 对吧 现在吃饱算个什么 吃饱那就是最低要求 最低限度 现在要吃的好吃的精 吃的健康 所以就 哎呀就是像我这种家庭主妇 我就觉得 对我要求挺高的 因为你不能糊弄 你就是尤其家里有小小孩的 他还在长身体 你得考虑他们生长身体需要的蛋白质 需要的维生素 那我们是成人 就不能吃太多的肉类 得替我们的健康着想 所以怎么样平衡家里有小孩和大人的这种饮食结构 对我来说就是家庭主妇的一大责任 过去做饭更多的停留在味道的讲究 得做的好吃味道 现在不光是味道 味道必须有 但是营养也必须得跟上 你说这难度真的是挺高的 对不对 一点都不差 今天我用最大号的铸铁锅来做焖面 我把切好的姜葱 先倒进热油锅里扒了香 再加入五花肉 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吧 老是跟我抗议 他们特别不喜欢挑剪菜里边的花椒啊 大料啊 这些颗粒性的调料 所以呢我就改用五香粉 我放完五香粉 然后放一些老抽上色 我把肉给煸香了以后 再盖上锅盖焖一会儿 这么来来回回得两三次吧 我就是想把肥肉里边的油 给煸出来以后 然后再加入开水 放进扁豆 搅拌好了大火开锅 改小火焖上 扁豆改小火焖了以后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醒好的面饼拿出来 我用刀给切成小条 然后开始扯面 如果你喜欢宽的像阔带一样的宽面 那就把这个面条切的宽一些再扯 面的粗细和薄厚完全是按照个人的喜好 手艺好的话就可以两个一会儿 就说了 多扯好了以后 我就把扯的面放在骨头上面 因为面是抹过油的 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 它会粘在一起 你盖上锅盖以后 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 然后就可以接锅个二了 这个时候再放入切碎的大蒜 接下来就是把蒜拌匀 然后把面和豆角拌匀 那就大功告成了 最好吃的是要搅拌匀 然后炖的一点都不腻 挺香的 肥的都掉得差不多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吃面了 吃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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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镜的随风 非常好